今天的视频要和大家分享一张绿色纸专作品 先来看一下它最终的效果 因为我用了樱花的金属笔 所以它在这个光线下它是会有闪光的 跟这个视频里面一镜到底这样子录的话 它的效果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这边要说的就是说关于画玫瑰花 以前我在没有学缠绕画之前 我觉得画玫瑰花是一件超级困难的事情 但是学了缠绕画之后 我发现缠绕画方法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度 与发展的空间 我现在发现玫瑰花超简单 而且有好多种不同的画法 真的是很容易 今天的视频里面就是其中的一种 在我早期的缠绕画创作里面 玫瑰花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甚至有一阵子我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画友们 还称呼我为玫瑰公主 我想大部分的女生可能都会喜欢画各种的花花草草 如果你也喜欢玫瑰花 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尝试一下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来说 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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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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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茜